四年前某一天早晨上班 突然身心内外一片空 实在连空的感觉也没有 从停车到办公室的电梯口 原来要走五分钟 似乎是一秒钟就到了 虽然无关功能照常 但丝毫不觉知到电梯口才醒过来 其实那天失去知觉时才正是醒 这到底是什么现象 那么这个现象是你修学 感应之处 也可以说功夫得力的现象 这个境界 佛在《论言经》里面讲得很多 也讲得很详细 这个境界先前不要放在心上 就是好境界 如果放在心上 就会变成某境界 这个境界 对修行人来说 这是透了一个消息 是我们知道 佛在经典上所说的 不是希望的 如何才能够 其如这个境界 心地清静 一尘不然的时候 多半是在心地很清新 妄念不起的时候 这个境界清晴 他说到电梯口就行过来 行过来 妄念又起来了 妄念起来了 这个境界就没有了 那么他这里说得不错 他平常 他从停车场到电梯口 要五分钟 这个时候好像似乎只有一秒钟 这真是说明 佛在经上讲的 自信里面没有世界 也没有空间 时间跟空间都不是真的 在佛法明门论里面 我想有不少同学念过 十分 就是我们今天讲的时间 方分 方分是我们讲的空间 都是不相应形法 什么叫不相应形法呢 要用现在的话来说 就是一种抽象的概念 它不是事实 这个境界里面 可以证明啊 所以 见性之后 时间空间就没有了 成了一片 佛法里面称之为 一真法界 由此可知 由此可知 设法界六道里面 有时间空间的概念 一真法界里面没有 这个境界 佛在华言经里面 称为不思义 解脱境界 这个解是解开 解除啊 解除什么呢 解除 妄想分别之主 这解开吧 脱是什么 脱离六道 脱离十法界 然后那个境界 就叫一真法界 祝福如来 法身大肆所证 此地 这是说 你一种是功夫 一种是缘分 过去身中修行的功德 这个地方 语言成熟了 我们现在讲是 条件具足了 很短时间 这个境界限制 让你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地感受到 这个是好境界 但是决定不能止住 从这个境界 我们能够肯定 大乘经里面 所说的 祝福的境界 是真实不虚的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 字幕志愿者 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 кра